近來的勞資議題不斷在新聞畫面中呈現 新竹市政府為了讓社會大眾更了解勞工 對長工時失業以及過勞執災等問題有所認識 並提供知性多元的紓壓管道 從10月28號到11月19四個星期的假日 在新竹市影博館放映18部優質電影 這次活動全部免費邀請市民朋友 透過網路以及現場鎖票 進場關心你我的勞動議題 勞工影展總共有18部的影片 其中還有一部分的選片 是我們國內都是第一次放映的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在關注 全世界都在關注勞動的議題 尤其在新竹市勞動參與率也高 勞動人口也高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不只是勞工自我的覺醒 或者是相對移工的體諒 那甚至就是在年輕人 對於自己本身工作生涯的一些 定義跟茫然我們都希望這18部影片 都能夠囊括它的一些代表性 那也給我們的勞工朋友 在新竹市生活的時候 多一個紓壓的一個空間 透過這次影展從電影出發 以不同角度思考勞動議題 放映後座談邀請產官學多位專家 學者與大家對話 期待以影童身受所產生的同理情感 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自身權益 本身要選勞工的議題 在策展的一個角度上 它是比較少見一些的 那特別是又從新竹市的角度來看 這一次的策展的話 我覺得是更有趣的 因為新竹是我們全台灣的一個 勞動關係相對是比較好的一個縣市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縣市來做一個示範的話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然後這一次的策展的這些影片裡面 都是有講到一些勞工權益 那特別是他還有講到一些外來的 海外的移工 以及出去來的 這些不同的角度 台灣出去的跟來台灣的 這些不一樣的異鄉人之間的影片 在這一次的策展的片子裡面都有看到 勞工影展分為三大單元 分別是勞工滋味 世界工廠的勞動擺態 異鄉異夢 全球移工的生存之歌 美麗數字背後 窮忙世代的反動 並不騙韓國電影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影評人西關節表示 這些影片活生生的反射 台灣百萬勞工的縮影 期望能夠透過影展 讓大家省思喚醒勞工意識的抬頭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